身穿將近一萬五千元的潮牌外套 知名健身YouTuber Peter哥哥 態度看似坦然不發抑鬱 他外套口袋內被警方搜出毒品大麻 依法依送北檢附訊後 以五萬元交保 大麻是哪裡來的 別人放的還是自己的 多次面對記者提問都沒有做出回應 但他向警方公稱 不知道大麻是誰放進去的 臺北市中山分局警方接獲線報 十五號上午十點多持搜索票 前往Pita哥哥位於南京東路的健身房 倉庫住處等地仔細搜查 起貨二級毒品大麻 電子煙等髒證物 假設你是可以使用滑輪的二頭彎舉的話 就可以持續地在伸展段給予張力 Pita哥哥透過影片教導民眾如何健身 減肥 深受不少粉絲喜愛 頻道超過七十七萬三千人訂閱 之前斷食影片甚至點閱數超過一百二十萬 只是消息曝光後不少網友紛紛流入 Pita哥哥的粉專留言不敢置信 還懷疑是不是前期的擁護者檢舉 但他到底有沒有吸食大麻 恐怕要等驗讀報告出爐後才能真相大白 華視新聞 陳小琦 張王甫 台北報導 哈囉 我是萊亞 想要搶而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